實質要件裡面意思表示的問題 意思表示的問題 票據行為不管是 契約行為還是單獨行為都是一種法律行為 都需要有一個意思表示才能做成法律行為 那現在問題就是我們民法上面有關於意思表示 有一些瑕疵的規定哪些瑕疵的規定 民法86條 單獨虛偽意思表示也就是信中保留 以及87條通謀虛偽意思表示 88條是意思表示錯誤 然後92條有兩個 一個是詐欺一個是脅迫 總共有五種意思表示的瑕疵 我們票據法裡面要討論的就是 這五個意思表示瑕疵的規定可不可以適用在票據行為裡面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疑問呢 我們來想一個 看一個例子 假設 假發票給 假為什麼要發票給 假被以仙人條 所以被以 脅迫去 簽發這一張票據 好 脅迫的意思表示有沒有效 脅迫意思表示還是有效的 依照民法92條的規定 可以把它給撤銷掉 所以假設假呢 就把依照民法的規定呢 民法92條的規定呢 把這個 應該要換另外一個例子來講好了 不要用脅迫 應該要用詐欺 假是因為被以詐欺 所以簽發這張票據 好 假發現詐欺了之後呢 就依照民法92條的規定 不好意思 這邊一直很亂 應該還是要用脅迫啦 要用脅迫 要用脅迫舉例才對 好 假因為被以脅迫 所以簽發一張票據喔 那依照 民法92條的規定 可以把這個 被脅迫的意思表示 把它給撤銷掉嘛 民法92條 第二項 把它給撤銷掉 撤銷就會發生怎樣的效果 撤銷就是把有效的法律行為 變成無效的法律行為嘛 所以假的 發表行為本來是有效 把它撤銷掉之後呢 就會變成是一個 無效 的法律行為 好 那這時候會發生什麼狀況呢 以當然不會傻傻自己拿著這張票據 去向假勤款嘛 以拿這張票據去向假勤款 就可以跟他說 我這張票據是被你脅迫簽發的 我已經撤銷掉我的意思表示 所以不用負擔 票據責任 以不會那麼笨嘛 所以以呢 可能就將這張票據 轉讓給 第三人 那會發生什麼狀況 然後 丙拿著這張票據去向假請求的時候 依照 民法92條第2項的規定 民法92條第2項規定說 如果是 被詐欺的意思表示 撤銷的話不能夠 對抗 善意第3人嘛 那所以反面解釋 如果是被 脅迫 所謂的意思表示 撤銷了之後 就可以對抗善意第3人嘛 所以 假就可以依照民法的規定 就可以說 對移取組商說 我簽發這張票據 是被脅迫的 所以我不用對你負擔票據 的責任 如果我們直接依照民法的規定的話 是這樣子的解釋 對不對 這個是民法92條 第2項 反面解釋 好那我們這樣解釋就發生什麼狀況了 如果我們可以讓假依照民法92條第2項反面解釋去認為說 假不用承擔這個 不用對丙承擔這個票據責任的話 那就發生什麼狀況 丙收讓這張 丙收 受讓這張票據的時候 他是不是需要去查證一下說 假當初簽發這張票據的時候 是不是被脅迫的 如果是被脅迫的話 依照民法的規定 我就不能去向假 主張票據責任 如果不是被脅迫 我才能夠向假主張票據責任 好那這樣會發生什麼狀況 丙有辦法查證嗎 丙可能根本就不認識假 丙可能無法查證 這樣子丙就可能不願意接受這張票據 他會擔心風險 那又會發生什麼問題 這就是我們上一堂一再講的 票據一個很高的指導原則 就是什麼 促進票據流通 保障交易安全 這樣子有辦法促進票據流通 保障交易安全嗎 沒辦法嘛 丙有這個顧慮 不願意接受這張票據 就有愛票據流通嘛 如果丙是善意的 在這個交易過程中 我們還沒有去保障它的話 這樣子怎麼會有保障 交易安全的功能呢 所以 基於這樣子的意志呢 我們就認為說 直接適用民法上面有關於 意思表示瑕疵的規定 可能有問題喔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去思考 那該怎麼辦 好啦 理論上呢 票據行為 可不可以去適用民法的規定 這就要看我們的立法力是哪種嘛 理論上呢 我們法律人遇到問題 一定是先來一個肯定說 來一個 否定說嘛 肯定說就說 票據行為呢 如果票據權也是法律行為的一種嘛 那只要你票據法沒有特別規定的話呢 特別法沒有規定 就應該回歸到 普通法嘛 所以理論上 肯定說呢 應該就認為說 可以適用到民法的規定嘛 好那否定說呢 他就說 票據法沒有規定 所以呢我們也不能夠再去適用到民法的規定 那為什麼會有肯否兩說這種差異 其實可能涉及到每個國家在民事法律的立法力不太一樣 有些國家像我們採的叫做民商合一 那有些國家採的立法力叫做民商分 就民法跟商法是合在一起還是分開的 所以民商合一的話呢 他說 民法相較於商法就是票據法呢 民法就是一個普通規定 票據法是特別規定 OK 那普通規定呢 其實票據行為呢 也會有適用 只是當票據法有特別規定的時候 票據法應該優先於民法的適用 OK這個是一般民商合一的國家的解釋方式 那如果民商分立 民商分立的國家呢 他們就把民法跟所有的商事法呢 完全分開來 商事法有自己完整的一個規定 所以呢 商事法的部分呢 商業行為 他不會回歸適用到 民法的規定 那因為我們國家是才民商分立嘛 我們都一直在講普通法跟特別法的關係 所以理論上 票據法沒有規定應該回歸到民法的規定嘛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適用說肯定說適用說呢 比較合理 但問題是如果我們直接適用的話就會發生我這種我剛剛講的這種狀況 第三人保障的問題該怎麼辦 所以呢 雖然我們認為票據法沒有規定 理論上應該回歸到民法的適用 但 並非所有的民法呢 我們都可以適用 有的時候我們必須要去做一個適當的修正 好 那要怎麼修正 修正 學理上也有兩說啦 一說叫做一般修正適用說 然後呢 另外一種說法叫做 個別適用說 那什麼叫做一般修正適用說 他說原則上呢 民法上有關於遇事表示瑕疵規定都可以適用 但是 錯誤和脅迫這兩個呢 只能夠在 直接當事人之間可以適用而已 如果呢不是直接當事人之間的像這種涉及到甲跟餅第三人的狀況的話呢 這 錯誤呢跟脅迫就不能夠適用 那個別修正適用說呢 學說上面呢應該是比較多是採個別修正適用說啦 個別修正適用說呢 他就是把 意思表示瑕疵總共有五種情況嘛 把它分成兩組 一組我們叫表示主義 一組呢 叫做意識主義 什麼叫表示主義 什麼叫意識主義 我們從這個 文字來看 表示主義 表示說他重視的是什麼 重視的是行為外觀 行為外觀的表示 如果重視的是行為外觀的表示表示他是重視的是一個 交易安全 因為他重視的是外觀而不是你行為人內心的意思 重視外觀就表示他重視的是交易安全 那如果重視的是交易安全的話 他的法律效果會如何 法律效果為了要保障交易安全 他一定要去保護一個善意的第三人嘛 這樣才有辦法保障交易安全嘛 所以我們去看民法 五個意思表示瑕疵裡面的規定呢 有哪些是不能夠對抗善意第三人 有哪些可以對抗善意第三人 如果不能夠對抗善意第三人的話 表示呢 他重視的就是交易安全嘛 就是表示主義這一組的 那有哪些是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 86條的 心中保留 就是單獨虛偽意思表示 以及87條的 通謀虛偽意思表示 和92條的詐欺 這個呢民法都有規定說不能夠對抗 第三人嘛 善意第三人 所以表示這三個呢 重視的是交易安全 是採表示主義 如果是表示主義這一組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適用在票據法裡面 為什麼 表示主義重視的是交易安全啊 跟我們票據法的意思也是一樣 都是重視交易安全嘛 所以直接適用 沒有問題 那如果採意識主義呢 意識主義 顧名思義 他重視的是什麼 他重視的就不是行為人表示的外觀 而是行為人內心的意思 好既然他重視的是行為人內心的意思 他會保護什麼 他保護的是行為人 而不是交易安全 不是善意第三人的保護 所以他的法律效果會是什麼 他要保護 行為人 所以呢 他不會去保護第三人 所以他的法律效果呢 是可以對抗 善意第三人的 所以我們看一下 民法裡面哪些 意思表示瑕疵的規定 是可以對抗善意第三人 就兩種88條錯誤跟92條的 脅迫 這兩種是可以對抗善意第三人的 所以這兩個呢 就是屬於意識主義這一組 OK 如果是意識主義這一組的話 因為他重視的是行為人內心的意思 重視的是行為人的保護 而不去重視交易安全 這個就和我們票據法的意識不符 所以這種情況呢 我們把它修正適用 怎麼修正適用 其實就是直接修正他的法律效果 讓他不能夠 對抗善意第三人 OK 這以前呢 這個意思表示瑕疵的部分 算是沒有那麼熱門 以前有在深論題考過而已 那選擇題的部分呢 目前還沒有直接考這部分的觀念 所以呢 針對這個意思表示瑕疵的問題 其實我們就直接記結論就好了 我們就知道 可以適用 但是要修正適用 怎麼修正適用呢 我們大概知道他的理論 但是我們不用琢磨那麼多 我們直接來記他的法律效果 我們來看下面我們有個框框 一個別修正適用說的效果 看我有一個欄位是說 可不可以直接適用於票據行為嗎 12跟4 這三個是才表示主義 所以可以直接適用 但是三跟五呢 是意思主義 所以不能直接適用嘛 好 不管 可以直接適用 還是不能直接適用的 他的法律效果都是什麼 我們來看最右邊那個欄位 可否對抗善意第三人 往下看 全部都是 打差 所以我們就記得一個結果 只要是意思表示瑕疵的問題呢 他在票據行為裡面 都不能夠對抗善意第三人 我們直接繼續寫這個結果就好了 因為現在 只靠選擇題 我們不用管理論那麼多東西 我們就記得一個結果 意思表示瑕疵都是不能夠對抗善意第三人 其實我們就是很簡單想 丙怎麼可能去查證 假的意思表示有沒有瑕疵 所以我們此時當然有保護丙的需要 所以讓丙都可以主張票據權利 我們就直接再拿下面這兩題來看 假以通謀虛偽 由假簽發本票給以 再背書轉讓給善意且無重大過失的丙 所以 假跟以之間 有一個通謀虛偽意思表示的問題 民法87條規定是無效的票據行為 但是不能以無效對抗善意第三人 乙呢 又在背書 轉讓出去給丙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丙對假 丙對乙 丙對假可不可以主張票據行為 雖然假的票據行為是無效的票據行為 但是依照民法的規定已經有說囉 不能夠一起無效對抗善意第三人嘛 所以呢 效果就是什麼 縱使假的票據權無效呢 假還是不可以去主張 假 不用負擔票據責任 所以呢 丙對假 還是可以主張票據責任 其實這個就是民法87條的規定 直接適用沒有問題 丙對乙的部分呢 這個票據行為是假乙的票據行為是無效嘛 我們上一堂可以再講到 只要我們在流通的過程中 看到有人的票據行為是無效了 其他票據行為的行為人要不要負責 這個都是屬於票據行為 獨立性的問題 只要你符合你的票據行為的要件 例如說乙是背書嘛 乙呢 只要在票據背面簽名 這個時候就符合背書的要件了 就必須要負擔 背書人的責任 所以丙對丙 當然 也要負擔票據責任 這個是票據行為 獨立性的問題 好 在下面這個例子 假受乙 脅迫 簽發 本票給乙 在背書轉換給善意求 重大過失的秉輯 就是我剛剛 左邊這個圖形 我們再畫一次 假乙 脅迫 好 乙在背書轉讓給丙 好 甲被乙脅迫之後 甲當然就依照 明法92條的規定 把它給撤銷掉了 好這個時候 該怎麼辦 丙對甲 如果我們直接 試用明法92條 的話呢 依照第二項的規定 甲可以拿 他的意思表示已經撤銷來對抗丙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把它修正適用 修正適用的結果呢 就是讓甲還是要負擔票據責任 所以 丙對甲可以主張理由呢 所以丙對甲可以主張理由呢 就是我們要修正適用 好那丙對以的部分呢 都一樣 甲的意思表示撤銷之後呢 就變成是一個無效的票據行為了嘛 前面的票據行為無效 其他的票據行為要不要負責呢 這個都是屬於票據行為 獨立性的問題 只要符合背書的要件 所以丙對丙呢 就是要負擔票據責任 以上呢就是意思表示瑕疵裡面一些基本的狀況 其實我們就是掌握一點 反正呢他的法律效果就是 不能夠對抗善意第三人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這邊啊 從上一堂課在講的交付要件啊 然後行為能力的問題 還有到這邊的意思表示瑕疵的問題 其實我們都是一直在講一個觀念 促進票據流通 保護教育安全 甲沒有交付給以 以再背書給丙 丙怎麼去查證甲有沒有交付 無法查證嘛 所以我們要找一些辦法來保護丙嘛 我們就是用 學理上就是有用 善意取得或者是權力外觀理論嘛 甲的意思表示有瑕疵 以又再背書給丙 丙怎麼會知道甲的意思表示有瑕疵呢 所以我們要保護丙嘛 所以在這邊我們就把它修正適用 讓他不能夠對抗善意第三人嘛 但是有一個問題 我們上一堂課講的 行為能力的問題 甲欠缺行為能力發票給 以又再背書轉讓給丙 丙有沒有辦法查證甲 有沒有 滿20歲 丙可能也不認識甲 他也不知道要如何查證嘛 好像也無法查證嘛 但是這個又回歸到我們上一堂課在 權力外觀理論的時候 我們不是一直有在強調 原則上簽名我們就認為你有瑕疵 但是有兩種例外 我們認為你可以不用負責 一種就是被絕對強制行為硬拉著你的手 我去簽名 另外一種是什麼 行為能力的問題 因為我們認為未成年的保護要優先於交易安全嘛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三個遇到交易安全衡量的問題 我們只有在一個地方 認為甲 不用負擔票據責任 就是 行為能力的問題 就是我們上一堂課在講的 未成年的保護遇到交易安全的時候 我們優先保護未成年人 所以基本上大概除了我們目前看到的考題裡面 大概除了行為能力的問題以外 其他幾乎都是 優先保 優先保護交易安全 OK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個 隱存保證背書的問題 什麼叫做隱存保證背書 隱存保證背書的意義我們先來看一下 它是說行為人不以轉讓票據權利的意思 簽名於票據背面 而且呢 也不於票據上 記名保證的字樣 而以背書的方法 達到保證的目的 所以 隱存保證背書呢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喔 它好像是保證 好像又是背書 那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什麼叫隱存保證背書 隱存保證背書呢 如果你要做成一個票據保證的行為 依照票據法的規定 你必須要在票據上面記載保證的意義 才可以發生票據保證 但有的時候呢 其實我想要做的是票據保證 我並不是要去做背書 但是呢 我只簽名 我並沒有記載保證的意義 那這個時候不會發生 票據保證的效率 因為我們一直在講 票據呢 票據行為呢 都有它的法定方式 你必須要依照票據法規定的格式去做成 才可以發生票據行為的效率 但是在這邊呢 你沒有依照票據法規定呢 去記載保證的意義 所以不會發生 票據保證的效率 然後形式上呢 看起來又是背書 所以就發生什麼問題 其實我內心的目的是要幹嘛 我內心的目的是想要去做一個 票據保證 但是我的行為外觀呢 我的行為外觀是用背書的方式 其實這個就是意思表示的瑕疵嘛 意思是保證 行為呢 是背書 所以意思和表示呢 不一致嘛 那這種情況該怎麼辦 我們現在看一下意義我後面還有一句話 他說 支票不是用保證的規定 僅能以背書的方式達到保證的目的 常見於支票 隱存保證背書呢 在實際上最常發生在支票裡面 為什麼 因為支票不准用票據保證的規定喔 這個我們上一堂課有講到嘛 保證是要幹嘛 保證是要擔保票據的信用嘛 所以是要是信用證券才會有 票據保證的這個行為嘛 那支票呢 支票不是信用證券 支票呢 它沒有到其實不是信用證券 它是支付證券嘛 所以呢 支票是沒有票據保證的這個票據行為 那就發生一個狀況啊 發票人呢 想要簽發一張支票給賈的時候呢 賈就覺得說 發票人的 債性能力好像不是很好 我很擔心說 這一張支票將來跳票了 我拿不到錢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為了要讓他的這張票據能夠兌現的話呢 賈他一定想要多找一些人加入這個票據關係裡面 變成票據債務人嘛 變成票據債務人之後呢 你就必須要擔保票據債務嘛 但問題是如果是 會票或本票的話 可以找第三人來保證沒有問題 但如果這是一張支票的話 沒有辦法找第三人 來做一個 保證啊 那這時候該怎麼辦 沒關係 支票雖然不能夠保證 但是支票還是可以背書啊 所以 形式上呢 就會變成是 發票人呢 簽發一張票據給賈 賈再背書給賈 因為這樣的結果的話呢 發票人跟賈呢 都要負擔票據責任嘛 這個就是印證保證背書 為什麼常常發生在支票的原因